终于大家结束 已经到第三天的清晨 真的三天没睡 后来我帮她做检查 她视力真的掉得很差 大概说0.1不到 对 然后检查起来 发现她的那个视网膜的血管 有一支分支整个塞住 这个就叫做眼中风 灵魂之窗 就是其实从眼睛的一些小征兆 很容易看到一些全身的疾病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 就是我前一阵子的一个病人 他是六十几岁的一个 退休的公务人员 对 那因为平常都奉公守法 早睡早起 那后来他一退休 就有一次刚好连续假期 那他朋友就说 来来 我们一起来打麻将 那他想说好吧 就以前都没有这样 那就来打一打 就一打呢 大家都兴致高 他们下午集合 那很快 对 就到半夜去了 对 然后这个朋友的太太呢 就体谅大家很辛苦 没办法下桌 就帮她大家准备了一些那种 就是像前夫妻 下酒 对 然后大家沛沛小酒 对 然后继续在桌上 再继续打这样 然后很快很快 就到天亮 然后呢 这个我的那个病人 他就觉得说 就是到天亮的时候 他突然觉得 他好像有一个那种 黑黑的布幕 盖住他眼睛的感觉 那大概停留有大概快一分钟 对 然后他想说 可能是因为平常也很少熬夜 对 太累了 他等一下应该要休息 结果好巧不巧 这一局打完 他大输 他大输 他笑没有 对 她说你大输 他想说不行 我要再把它再 帮回来 帮回来 天哪 这倒是最危险的 上不完 对 然后他就又继续打 然后呢 很快 又到下午去了 然后到 一天没睡了 一天了 对 妈妈就大家这样 几乎就是在上面都没有下来 然后可是大家兴致都很高 也没有人要走 然后很快很快 又到晚上 他就猛然想起说 他平常有高血压 也有高血脂 穿起来 都没有带来 因为他本没遇到要打这么久 而且一打都没有吃 就是他三餐也没定时吃 所以他药根本也没吃 结果他想说不行 他等打完 他回家一定要吃药 那好不容易打打打 终于大家结束 已经到第三天的清晨 真的 三天没睡 两个晚上没睡 然后到了第三天的清晨 那因为他是骑摩托车去 他想说他就一直记得说 我回家一定要吃药 然后他就那时候刚好清晨比较冷 然后他就骑着摩托车就回家 回到家他把药罐拿出来 他就发现 那个黑黑的那个布幕又出来了 所以他赶快吃药去睡觉 就睡了一觉起来 他再看还是乌乌的 这下他就真的吓到 吓到他赶快来检查 后来我帮他做检查 他视力真的掉得很差 大概说0.1不到 对 然后检查起来 发现他的那个视网膜的血管 有一支分支整个塞住 这个就叫做眼中风 对 那后来因为他塞住了 刚好是那个一支的动脉 动脉塞住其实就是 视力的恢复其实比较差 对 所以他后来我有给他 就是说请他按摩 然后降眼压 就做了一些治疗 但是他的视力有回来一点 但是没办法很好 那我是安慰他说 你还好眼睛有两支 其实这个提醒你一件事 就是说你已经有这个危险因子 所以你在练习一个眼吗 可能除了培养绝技之外 他要再做检查 为什么 因为眼中风 有可能会再发 而且比较可怕的是 眼中风发生后 会发在另外一支吗 另外一支之外 还会有可能脑中风 对 或者是心肌梗塞 对 所以就是说像这个 刚好讲的这叫黑蒙症 黑蒙症其实就是 它暂时性的一些血流的不顺 就是它已经供应有问题 那它可能没有注意到 那它可能跟它的高血压 或一些心血管疾病潜在问题有关 对 所以它在这个 一开始这个前兆 就是有点像小中风的前兆 它没有注意到 对 所以它变成就在酿成后面 是真的中风 所以你看过年期间真的不要 因为大家打了三天三夜 对 都不休息这样 不要把打麻将污名化了 打麻将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 让老人家训练 很多人就是下午呢 老人家早上起来运动 下午就打个下午的牌 晚上早点休息 如果你每天这样打这个牌 对 看这样熬太多天 对 坐姿太久了